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四一四你们想吃霸王餐 服务员的话让叶浩轩火气蹭得起来了 上午在陈家受气就算了 人家是豪门世家 自己现在没法比 可是你一个小服务员在这里跟老子拽什么 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来消费的 顾客是上帝 懂吗 元浩的脾气也上来了 这一个小服务生也太目中无人了点吧 这地方是高档的地方不错 可是你服务员就是服务员 你拽什么 对不起 如果两位真的是来闹事的话 我只好叫保安了 服务员的脸沉了下来 卖假酒 你还有理了 元浩生气的说 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 我们王府警的信誉向来很好 你说我们卖假酒 最好拿出证据来 如果没有证据 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 服务员脸色微微一变 然后沉了下来 我不仅会为我的话负责 我还会为我的行为负责 叶浩轩抄起一盘鱼香肉丝 直接扣在服务员的脸上 保安 保安 服务员的脸上沾满了菜 虽然这菜并不是很烫 但是粘在脸上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几名保安匆匆地跑了过来 大厅里的使客们看到这边的情形 纷纷侧目观看 听说王府警极有后台 这两人一看就是生面孔 可是他们竟然敢在这里闹事 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四名保安跑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人喝道 他们在这里闹事 服务员狼狈的摸了一把脑门上的菜 恨恨地向叶浩轩两人一指 你们卖假酒 叶浩轩向桌子上的酒一指 放屁 我们王府警饭店是极有信誉的 在京城里是排得上号的地方 怎么可能 我看你们就是想吃霸王餐 要么向我们同事赔礼道歉 要么你们看着办吧 为首的一名保安恶声恶气道 赔礼道歉就算了 赔钱 服务员嚣张地叫道 赶在王府警闹事 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哪里来的香巴老儿 服务员叫嚣道 想要钱是吧 我怕你们有命拿 没命花 叶浩轩冷笑道 妈比的 连个服务员都能欺负到他头上去了 小子 你很嚣张啊 一名保安示威信地举起警棍 指向叶浩轩 警棍挑衅地贴着他的鼻尖 叶浩轩一手抓过警棍 一拳击出 哎呦 那名保安一声惨叫 直接飞出 三米多远 躺在地上直叫唤 你敢打人 废了他 余下的三名保安大怒 手中的警棍一挥 向叶浩轩 向叶浩轩抽去 砰砰砰 众人几乎没有看到叶浩轩的动作 只听到几声惨叫 下一秒 几名保安倒飞了出去 你 你敢动手打人 那服务员 那服务员吓了一跳 结结巴巴地指着叶浩轩 兄弟 过了吧 这地方有背景啊 朱浩在叶浩轩耳朵边提示道 没事 今天这里的人不给我一个说法的话 我还真不走了 叶浩轩冷笑道 出什么事了 谁在这里闹事 随着叫声 一个胖经理总算是出来了 你们的人给我假酒 叶浩轩指了指桌子上的茅台 假酒 不可能 我们这是什么地方 不可能会有假酒的 几位喝多了吧 胖经理一口否认 你看我们像是喝多了的样子吗 叶浩轩反问 这样吧 我也不想闹不愉快 你们今天对我店里造成的损失 我也可以不计较 但是你打了我的人 这笔账该算算吧 胖经理道 先算算你们卖假酒的账吧 叶浩轩坐了下来 看来今天 你是铁了心要在这里闹事了 你是第一次来京城吧 你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 胖经理一声冷笑 拿着对奖机一讲 十几名保安涌了进来 如果你们这里还想正常做生意的话 我劝你最好不要这么作 叶浩轩淡淡道 兄弟 玩过火吧 看着那十几名脸色不善的保安 圆浩有些发酥 真会气 吃个饭都能吃出来这档子是来 赔钱道歉 或者我揍你们一顿送到所里去 二选一 胖经理甚是霸气道 把酒换成真的 你给我们道歉 或者我揍你们一顿 然后让你们王府警关门大吉 二选一 叶浩轩淡淡的笑道 既然这胖经理想把事情闹大 他不妨就把事情闹大一点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看叶浩轩胸有成竹的样子 胖经理心里开始没底了 虽然他确认叶浩轩两个人不是有背景的人 但是叶浩轩淡定的样子让他有些慌神 提起京城的王府警 谁不知道 这两个人敢在这里闹事 那一定是有耻无恐 现场一时僵持了下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随着一个淡淡的女生传来 一个女人 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缓缓地走了过来 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妆 但是天生的气质衬托出她惊人的美丽 让在场的男人都大张这嘴巴 更有不慎的则是留着哈喇子 痴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一出场 注定就成为整个餐厅的焦点 她身后的保镖和一边性感迷人的秘书 都成了陪衬的绿叶 邵总 胖经理的脸色变了一变 邵清莹 这就是邵家现在的掌舵人 邵清莹 女人一出场 就引起了现场的轰动 在京城 眼前这个漂亮的女人 就是一个传奇 一个不朽的商业神话 邵氏集团不是什么商业世家 家族世代从商 虽然在京城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只是一些未留商业世家 就像现在的肖家那种等级一样 但是自从邵家的上任家主 就是邵清莹的爷爷邵元化 发现了自己这个孙女的商业天赋后 与他促膝常谈 然后不顾在家族议会上的反对 把整个邵氏 交到了他的手里 当年邵清莹只有16岁 他一上台便展现出惊人的商业天赋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让邵氏集团开支散业 短短十年时间让邵氏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一跃至华夏财富榜的前十 所以 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虽然他现在不到30岁 但是所取得的成就 是所有人仰望的 而且 虽然邵家无人从政 或者从军 可以说是毫无背景 但是邵家这个庞然大物 就算是一些世家 也要给几分薄面 所以 他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王府饭店 只是他挥下一个小餐饮而已 平时他都不来这个地方的 今天心血来潮 突然想来这里 尝尝王府警大厨的手艺 一进门 就遇到了眼前的这一幕 经理脑门上的冷汗 嗖的一声下来了 这就是真实假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如果是平时 他可以气一下声 用假酒糊弄一下外来人 但是今天恐怕不行了 一来这两个外来货的嘴很刁 一来 就喝出了问题 二来今天恰好遇到邵总 如果再闹腾起来 查明了原因 绝对是他滚蛋走人 邵总 这两位客人的酒 有点问题 我正在处理 经理弯这腰奉承着 然后连忙转身道对不起 打扰两位客人用餐了 这酒是我们没保存好 我马上让人去换 不用了吧 这酒 今天我就不用换了 我说 这酒是假的 你非要说 你非要说 我是闹事的 今天就让邵总来品鉴一下 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叶浩轩冷笑道 现在知道怕了 晚了 还真把自己当软柿子捏了 邵轻盈一汉手 一边的秘书马上会议 取过来一只干净的杯子来 然后走到餐桌前 把那瓶酒倒在杯子里一点 送到邵轻盈的手里 邵轻盈那只洁白 如玉的玉手端这杯角 把酒放在鼻端轻轻的一袖 然后喝下了一点 整个动作优雅干练 天啊 连喝酒都这么迷人 一旁的花痴男人们 都不自由主的 发出一阵唏嘘 仿得不错 只是酒精稍微勾兑的多了点 下次注意点亮 邵轻盈的脸上 看不出一点波澜 邵总 这件事 我一定会查出来的 我一定会 经理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浑身上下冷汗淋淋 在邵轻盈那几乎能看穿人内心的目光注视下 他不敢再有所隐瞒 邵总 我 我承认 这事情 是我做出来的 请邵请原谅 请邵总给我一个机会 胖金抹头脑门上的汗 我们邵氏 是不允许你这种人留在这里的 去财务结工资 另外查清楚 他执掌王府时候有过多少猫腻 然后 邵轻盈顿了一顿 冷冷到报警 邵总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请你饶过我这一次吧 我走 我不结工资了 两名保镖走上前 架起来胖经理 拖死狗一样的拖了下去 还有 你被开除了 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邵轻盈向那嚣张的服务员一指 那服务员双腿一软 几乎要跪倒在地上了 关于这件事情 我向大家道歉 相关人员一定严惩 为表示歉意 今天在场的所有客人都免单